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庸当中有讲到 国家将心必有真详 整个国家民族将要兴旺的时候 都能看到很好的征兆 其实世间没有巧合的事情 都是有前因的 比方有没有人今天坐在教室里面 说我怎么会在这里 有没有人糊里糊涂走进来的 没有 必有原因 必有因为我们对家庭有责任 我们希望提升自己的智慧 来沉船家道 才会走进来 那可能真的有人还不清楚进来干什么 被朋友骗来的 那这个时候你也不要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体恤这个朋友的良苦用心 因为我们是一起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它是有五千年的智慧 五千年的经验 方法 理念 还有效果 代代都出圣贤人 这么宝贵的智慧 我们真正肯领受 肯深入学习 那不只利益自己 利益自己 后代子子孙孙 甚至于让子孙的人生 都是站在五千年的智慧之上 来经营 其实我们冷静看看 现在这个时代 人假如没有经典的教诲 真的会很迷茫 没有经典 人生方向都不知道在哪里 不知道在忙什么 甚至于忙了几十年 反而烦恼越来越多 家庭的问题越来越多 也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而事实上 人有一份责任感 为家族 为自己的家人 这一份诚心都会有感应的 都会接上老祖宗的智慧 因为老祖宗明明当中 都在保佑我们 年初 大年初六 师长老人家就来到马来西亚 这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同胞 感应这殊胜的姻缘 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首相 我们纳吉首相 他在一月初的时候 亲自到了香港 请教师长这些治国的智慧 一个国家的元首 这么亲近人者 让人非常感动 这一国之尊 都能够这样尊师重道 很不简单 而且自己 就请教师长 怎么把马来西亚治理好 师长讲到 只要把教育办好了 这国家就能够治理好 而 纳吉首相还邀请 师长到马来西亚来讲学 一个月 那首相能理解 师长的教诲 以及传统化的价值 可谓师长的知音 所以老人家欢喜 答应 就来到马来西亚 而且 与我们首相贤康利 见面 谈的这些治国的智慧 这些伦理道德的教育 我们首相的夫人 听了之后非常欢喜 就说到 你不能只对我们讲 你应该对全国的人民讲 这个很可贵 我们 这个 首相夫人 这一个齐情 利益的可能是千千万万户家庭 大家礼拜天有没有收看 你怎么说节目 还有前几天八度空间的节目 两次专访 师长老人家 这个是马来西亚人民的福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福 因为首相珍惜中华传统文化 所以一个国家元首珍惜 老祖宗的智慧 全国人民都受益 我们就想到清朝 为什么有150年的盛世 其实并不是很复杂 当时候康熙 雍正 乾隆 这些皇上 他带头 学习辱世道的教会 带着自己的家人 这些兵妃 还有他的孩子们 还有文武百官 一起听 辱世道专家的课程 自己坐在最前面 以身作则 所以虽然清朝是女真族 她以义族统治整个大中国 但却创了150年的盛世 而且还超过贞观之志 超过汉朝的文景之志 这是不简单的成就 所以以领导者 以身作则来带头 这个国家必然兴盛 所以一 刚过年 我们就看到 马来西亚这一片福地的真详 同时我们也看到 祖国大陆的真详 国家领导人带头 节俭不浪费 我们习近平主席 他提倡四菜一汤 提倡公务员官员 接待客人 不要喝酒 尤其喝那些酒 我听人家说 有时候一个晚上喝酒 喝几万块钱都有 而且一罐酒 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卖酒的人 有时候话不是很好讲 有时候酒 需要拿来治病的时候 是很重要的 但是不是拿来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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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太浪费了 所以千粒米都不见得能做成一滴酒 当这个世界 当国家还有这么多人 兵临饥饿 甚至要走上饿死的命运的时候 我们还花那么多钱 在这些比较昂贵的东西上 事实上是折我们的福报的 我们想这个福 眼看着同胞 眼看着世界的人饿死 这个不是老祖宗教给我们的 应该是人积几积 人腻几腻 这些昂贵的东西 我们宁可不要消费 把省下来的钱 去帮助危急贫困的人 那习主席带头坐 连出差都是住三星级的饭店 哇那麻烦的 还有四星 还有五星 有没有六星的 他们可能叫苦了 没人敢来住四星五星 其实没有关系 他们只要把一颗星星 跟两颗星星摘下来就好了 那只要能够热忱服务 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 其实物美价廉 我们做任何的行业 是以服务为目的 那个行业的喜悦在哪里 不是你赚非常多的钱 感到喜悦 那是一种欲望 最后它是无底洞 而是什么 在这个行业服务人的时候 我们真正帮助的人 我们真正赢得别人的尊重 这个才是快乐所在 所以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我们为什么现在各行各业 没有快乐 因为我们的目的已经错了 比方说我们在学校教书 我们的快乐是什么 孩子的成长就是我们的快乐 而且是一辈子的欣慰 假如我们当老师的是为了那薪水 为了去补习赚更多的钱 那我相信终究没有教书的真正快乐 这配合得非常好 都是点到重点 人生要真正找到真实的快乐才行 不然会越活越空虚 越活越无奈 包含当医生的人 他的目的是什么 救死负伤 他会觉得救回一条命 他全家的人免于恐惧 免于哀伤 能真正有一个中流砥柱 来维系这个家庭的幸福 都觉得这一生能救这样一个人 这一生就很有价值 很值得了 这是当一生的人的快乐 假如现在医院变成 每一年营业要有10亿 20亿 30亿 医生会真正快乐吗 我相信医生可能最后会变成迷惘 我当医生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们感觉到 没有遇到经典 确实很多人生的道理会想不通 那刚刚我们提到习主席带头请柬 那市长老人家连过年都是响应 四菜一汤 而我们了解到 习主席这样的带头 请问大家一天帮我们祖国省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 所以我们很欣慰 整个祖国大陆文化的复兴 有习主席来带头 这是整个民族要兴旺的征兆 包含习主席巡视的时候 都不愿意打扰老百姓 都是非常低调 在这么细微的地方 都念念为老百姓作响 所以马来西亚很有希望 我们中国很有希望 而且我也在所有的长辈朋友们的身上看到希望 因为刚过完年 今天是我们第一天上诸子自家格言的课程 这么多人一起来参与 代表在座的所有的长辈朋友 你们一定都能以身作折来带动家庭 带动你们的社区 带动你们所在的单位 来深入传统文化 复兴传统文化 因为你们都是 都是师长的好弟子 师长有一句名言 叫和谐社会 从我心做起 从自身 从自己的心地 从我家做起 从我社区 从我单位 做起 从吉隆坡 做起 从雪兰娥 做起 从自己的乡 从自己的乡镇 做起 从自己的乡镇 这一次我们还来了不少 我们云南的同胞们 师长老人家 很欣慰 这整个云南文化的复兴呢 是我们中国的火车头 还有北京 我们首善之区 北京 来我们掌声欢迎 所有的同胞 从刚刚这一位朋友的回答当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他非常有使命感 他为善 不落人厚 况且他是北京人 住在北京首善之区 当今之事 舍我其谁 所以他忍不住就要喊出来了 我们能体会他的 他是很有志气的 我们还要把它保持 虽然好的开始 是成功的一半 好的开始 还要加上 恒心 才能够保持他 所以这个勤劳 不只是一时间 很积极 他还要能长久 甚至于保持一辈子 古圣先贤 也有一句提醒我们的话 发心容易 恒心难 所以人这一份志气 这一份好学 不只要保持 还要不断提升 每天提升 要有这种期许 那当然 今天我们第一天 第一堂课 一起学习 诸子 自家 格言 那我们在 学习 这一部经典 首先 学贵立志 立定志向 这个志向 变成我们学习的动力 立什么志呢 首先 这个志家 就是 真正能把自己的家道 沉传下去 这个是 对得起自己的祖先 成先 起后 既往 开来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 没有做事有罪过 要尽自己的本分 所以期许 整个家族的家道 从我们身上 振兴起来 除了 为自己的家族 立这个志向 我们 也为民族 立这个志向 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弘扬 从我 自身做榜样开始 从我家庭做榜样开始 为什么做榜样这么重要 因为学习圣教 必须信解行政 他相信了 他深入去理解 这些经典的教会 理解以后 他依教奉行去做 最后 这个正就是他有感悟 他提升了他的境界智慧 以至于 他契入了圣贤的境界 这个都是正 那信排在第一位 他不相信怎么会学呢 所以这个时代 信心是最重要的 假如他觉得 中华传统文化 这个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 他不相信 他就不可能去深入 所以师长 在 昨天 接受访谈 访谈的主题就是 古老的智慧 能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吗 那这一个 疑惑假如没有解决掉 那他就不可能去深入 所以师长昨天有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古人的心 比我们亲近 亲近 他才能生智慧 他看世才能看得深 才能看得远 那我们现在心假如不亲近 欲望又很多 烦恼又很多 那就想得很短浅 那欲望一膨胀 欲令自迷 历令自昏 他就看不远 所以我们冷静看看 古人比较亲近 还是我们比较亲近 古人 你们说的 我没有逼你们 你看 诸葛孔明先生开头就讲 但博以明智 宁静 以致远 假如我们的下一代 欲望很强 他怎么会有高原的志向呢 哇 你看现在欲望很强 光玩电脑 三天不睡觉都有 他怎么会有志气 他只想着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 他毫无之气 所以要亲近 要寡欲 才有高原的志向 他心都静不下来 怎么可能考虑得深远呢 而我们冷静 来分析 种种现在的社会情况 浮躁 不能宁静 看事情 看得 就会比较表面 看不到根本 看不到深处 像大学讲的 有得者本也 财者末也 德行是根本 钱财是资末 那我们冷静想一想 现在很多国家 把德行 教育摆第一位 还是把经济摆在第一位 那不是国家的方向 把资末摆前面吗 那他所思所想 是知识哦 不是智慧哦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现在人都觉得经济非常重要 而 一个曾经得过诺贝尔奖的 经济学专家 讲了一句话 企业唯一目的 赚取利润 这一句话 在大学的教科书里 已经传了一两百年了 请问这是知识还是智慧 对啊 智慧是经过千年的印证 不变的真理才叫智慧 我们现在很多教科书里的书 都是静代人讲的 很可能是讲错了 所以经济学专家很多 可是全球的经济危机有多大 我们 世世代代的祖先都教导我们 怎么用钱 量入 为出 这个是智慧 可是大家想一想 现在这个时代 怎么教人用钱 先刷再说 而且还不是刷一张 大家到大学校园里面去看 那个大学生皮包一拿出来 啪啪啪啪啪 可能平均 我看三张跑不掉 你说他有没有用信用卡的知识 有 他还会算那个利率多少 还去比较 有没有知识 我还算不清楚 他很清楚 你看他的聪明都用在哪 用在不要刷爆了 迟早会刷爆了 哪会不刷爆 因为他没有从心地下功夫 他的节制力 他的定力没有提升 迟早出状况 那这样子在教孩子 下一代怎么 不会乱花钱 所以你看下一代 很多贵族都产生了 月光女神 每个月都花光光 告诉大家 月光女神 读书都读一二十年 他有没有知识 但他不一定有智慧 欲望越来越增长 智慧整个被盖住 欲令自明 所以看到现在的社会现象 在想起古人讲的这些话 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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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子自家格言 我们今天 深入去看 不得不佩服老祖先 也不得不感恩老祖先的慈悲 把这么好的东西 代代相传 留给我们 好 那我们立了志向 为家族 为民族 乃至于身为中华儿女 要胸怀天下 没有胸怀天下的人 不像中华儿女 你们好像不太认同我的话 我们学圣教说 重实质 不重行事 是吧 好 请问大家 中华儿女的实质 是黄皮肤 是实质 还是她的心 跟老祖先的心 相应是实质 不是只有皮肤的颜色 也不是只有流的血 而是思想观念 跟老祖先相应 我们思想观念 都跟老祖先相违背 那是败家旨 那不是中华儿女 而我们看老祖先 在大学 在经典里面 都讲到 人 要为天下着想 大学里讲 古之欲 明明得于 天下者 那就是 考虑事情 都要以天下 的利益来考虑 现在为什么 整个地球破坏成这样 因为人的念头里面 都是先想自己 他没有想别人 他也没有想后代 所以 我们冷静想一想 后代有没有好的环境 可以生活 现在都打一个大问号 几千年来 我们的祖先 就想留好的智慧 好的生活环境 给后代 怎么到我们这一代 变成我们把环境 破坏成这样 我们假如继续这样下去 也不止不是中华儿女 连当别人的爸爸 妈妈 长辈的资格 都不够了 要为后代着想 才是算当长辈的 一个应有的心境 不能享有 不能享有长辈之名 没有尽我们长辈的实质 好 那我们立了这个志 接着我们学习的态度很重要 我们中华文化 是内学 内学就是向内 向自己的内心下功夫 不是向外 去要求别人 去指责别人 所以我们一开始 有这样的观念跟态度 很重要 不然假如我们没有这个态度 我们光是读经 心都定不下来 比方说 我们今天读这一篇经典 黎明极起 对啊 我那个媳妇就起得很晚了 傻嫂停楚 我儿子从来不扫地啊 内外整洁 我女儿那个房间很乱啊 你看他念这一篇下来 那个老经啊 很多镜头啊 那都是向外在要求别人 那这样子继续学下去 那走回家里去 全家人都把门关起来 说那个警察又来了 所以先向内求 我们到家 太上感应篇也教诲我们 正己化人 自己真正做得好啊 自然敢化身边的人 不是去要求的 其实 我们只要有要求别人的念头啊 我们心地当中 那个控制别人的欲望 那个贪求的念头啊 就没有办法减低 没有办法放下 它是非常细微的 所以 这个内学的心地功夫啊 唯从心唯引唯处啊 默默昔迪 那个是很细的东西啊 你不真正去 非常真实的去观照自己的念头啊 很可能都发现不了 甚至自我欺骗 人家说 哎呦你好像有点动怒了 我哪有 我哪有 那就没办法了 人家提醒了都不承认的时候 那 那人家也不敢再提醒我们 好 所以 首先这个内学的心态 在 经典里面也教导我们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假如这个态度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学圣教 越学烦恼越多 因为要求别人 别人不听我们的话 我们求不得的痛苦就来了 再来不止自己痛苦 我身边的人全部痛苦了 压力都很大 所以圣教应该是让人如木存风 不应该是让人家压力很大 假如我们身边的人压力越来越大 那就是学错了 我们自己学错了 应该是学到自己的家人 我这个先生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对我很好很体贴 到处去 帮圣教宣传 这样您就是给圣贴脸上贴经了 你就为人表演得很好 做得很好 再来我们学习圣教 学贵立行 学一句就要做一句 要有这个态度 假如没有这个态度 那每一句经句它还是知识 我们只是读过它了 只是把它背起来 没有办法知行合一 自己受用不了 不止自己受用不了 还会增长傲慢心 弟子规说 不利行 但学稳 涨浮华 成何人 读了这些 有时候还可以讲讲别人 甚至于人家在读的时候 我们会说 我也会 我背给你听 还在那里表演给人家看 在炫耀 那个是傲慢 就生怕别人不知道 我们背了不少书 那这个涨浮华 就不知不觉 所以师长老人家 常常提到 李秉兰老师公说的 不能玩弄圣教 不能消遣圣教 什么是消遣 拿来读诵 让人家觉得我们挺有涵养 但是一句也没有 实实在在去做它 这就变成玩弄消遣 争不得受用 所以我们今天 形成一个态度 学一句我马上做 好不好 来打勾勾 我们互相提醒 摄像机有拍到大家了 凡出言 姓为先 你们已经入了贼船 不是 你们已经上了圣贤的大舟了 迈向幸福圆满的人生大动 所以 比方说我们今天第一句话就是 黎明即起 明天就要早起 有没有人说完了 我刚刚不应该说好的 让我缓冲几天 当然大家不要有压力 因为学习圣教 别人不可能 常常跟在我们旁边提醒我们 最重要还是自我提醒 而 这个 圣教呢 在学习当中 特别强调 物本 君子要物本 今天我们学的是 家训 要自家 本是什么 欲其其家者 先修其身 根本我们找到了 就好像 你在栽培植物 一定是在根上 施肥 浇水 你把水都倒在树叶上 还是把树叶泡在水里面 没用 抓到这个 修身 所以今天我们是家长 我们要教育孩子 根本是什么 自我教育是根本 假如我们当领导 当父母 当老师 我们不能自我教育 就不可能去教育下属 教育孩子跟学生 所以这个观念 老祖先叫我们物本 叫我们要先从自身 这个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先看经题 是诸子自家格言 这个诸子 是明末清初的 朱伯卢先生 他又名 朱用存 自自一 朱伯卢先生 他又名 用存 自自一 他的父亲 学问很好 后来当官 在明朝末年 抵御清兵 的入侵的时候 不幸 去世了 所以 朱伯卢先生 虽然学问非常好 他很有气节 不愿意 去侍奉一族 尤其 他的父亲 又因为 清兵 入关 战死了 所以他终身 隐居 当处事 就是读书人 有两个出路 一个是当官 出事 当父母官 把圣贤的教诲 完全用在治理老百姓上 当好的父母官 另外呢 因缘 没有成熟 他当处事 当隐事 我们一般会觉得 当隐事的 是不是没有利益 国家社会呢 其实这些处事 他们都非常有能力 跟德行智慧 可是他们不愿意出来 他就给社会 起了一个好的榜样 是重气节 而且呢 不跟人争名利 他有能力争 他不去争 其实整个世界 只要效法他们不争 这个社会就安定了 和平了 而且他们 都会不断提升 自己的道德学问 然后从事教育工作 教出了非常多优秀的学生 以后啊 在家庭 社会 国家 都做出非常大的贡献 而且我们看 朱伯鲁先生 又留下了 世书讲义 他对世书非常深入 我们研究世书的人 都能借由他一生 契路的 这些智慧 得到很好的启发 包含这一篇朱子之家格言 那不知道 利益了多少家庭跟百姓 我们今天才一起来学习 可是这里面好多经句 我们几乎都知道 一粥一饭 当时来处不易 祖宗虽远 既是不可不成 还有一句叫 三姑六婆 你看这一些经句啊 我们都非常熟悉 那可见得 他这么厚积薄发 浅下来 深入经典 他对后世子孙的利益 有多大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 他出来当官 就觉得他贡献一定比较大 他不出来当官 贡献就比较小 不能用这样去看 其实读书人 进退之间 都有他的因缘 我们不能在外表上看 要看他的存心 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 当然他表演出来的就不一样 比方汉朝末年的郑玄 他学问非常好 当时候汉朝已经内乱 他没有民主可以侍奉 他深入五经 结果把古圣先贤 五经 十三经这些教诲 他都把他注解得非常好 利益后世 当然在乱世当中 也有出来当官的 但是你不能看着他出来当官 又是为了明文立养 走狗 你比方说他去侍奉其他的民主 你就说他是走狗 这个都不能看外向的 比方耶律储才 他是辽国人 但是他深入中华传统文化 去侍奉元太祖 成吉世汉 因为古人他会看十节英元的 他知道宋朝的气数已尽 元朝立起来了 这不可改变 可是元朝立起来 元朝是蒙古人 他们是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都是坐在马上 所以他们武艺高强 假如没有这些中华文化 给他们提醒熏陶 可能要多杀多少森林 多少百姓 所以耶律储才 就在这个十节英元 他不畏名不畏立 辅佐元太祖 结果不断的劝他要戒杀 上天有好生之德 到底利益了多少百姓 我们不谈 就光谈元朝派兵 攻变京 攻开封 攻了很久 没攻下来 最后那个带兵的将领 气到已经决定了 入城以后 一定把所有的军民全部杀掉 要屠城 都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了 这个耶律储才赶紧劝 元太祖 最后下一道命令 不可滥杀 救活多少人 一百四十七万人 所以 这些 读书人的进退 都给我们人生启示 大家说 怎么都是举战争的例子 你包含 我们现在 没有战争 生活 物质上也没有匮乏 但是 精神生活的匮乏 却是五千年来最严重的 人的思想观念 偏颇了 人心没有依归了 现在正是 文化复兴的大时代 我们都 遇上了这个大时代 他们比教授又说 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 唯有恐梦学说 跟大臣佛法 这句话大家听过没有 听过 大家听完 有没有觉得 自己的人生不一样 没有 所以听 有用耳朵听 也有用心听 不一样 假如用心听 这句话会震荣发聩 你会突然间觉得 我终于明白 我为什么来脱胎了 这句话你讲的用心听 你会开悟我 很多人这一生会觉得 我到底来这个世间要干嘛的 难道就是吃饱睡 睡饱吃 然后工作 领薪水 然后 就这样 日复一日 人生就过了 我那一天听一个长辈说 他的人生 过了四十岁以后 感觉好快 哎哟 我听到这里 脚都发凉 因为我今年刚好四十岁 我想 是不是我要开始坐云霄飞车了 一年两年三年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古人很慈悲啊 示范给我们看 寸金难买 寸光阴啊 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精神 时光 不要蹉跎 师长老人家也讲 人生短短数十年 总要做有意义的事啊 不要空来人间一招 现在不只是空来人间一招啊 更严重的是我们的灵性快速堕落啊 请问大家 我们的德行呢 是小学的时候德行好 还是现在 小学的时候不闯红灯 现在呢 小学的时候 爸爸说 妈妈说 现在呢 我怎么说 小学的时候单纯啊 现在呢 我是比较不单纯 所以想一想 人生啊 应该是不断提升智慧跟灵性 而不应该是 灵性越来越堕落 这个路走错了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 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啊 孔孟学说 儒家 大臣佛法 佛家 就是中华文化 就是说 就这个世界 要靠中华文化 请问中华文化在哪里 我好期待 有一个人拍着胸脯 在我这里 是吧 这个 是不可以不红意啊 任重而道远 我们是中华儿女啊 我们懂老祖先的教诲啊 其他民主还不懂呢 然后现在这个世界 唯一能救的法宝 就是中华文化 然后我们又是中华儿女 那我们不就已经明白 这一生来这个世间 干什么了吗 我看到你们的眼睛都发亮了 已经明白这一生 为什么会来投胎了 这叫建议勇为啊 这是对自己的同胞民族 以至于对世间人 应该敬得道义啊 总不能看着世界走向灭亡吧 所以要建议勇为 这也是孔夫子的教诲 好 谢谢我们掌声 感谢这一位同胞 他确实有这一份承担 也给我们做出示范来 当然该承担要承担 不承担就没净本分了 所谓见死不救 见义不为就无永也 是不是 是哦 我没强迫你们了 对啊 见义不为无永也 见死不救有罪过呢 所以 诸位朋友 你们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你们只能往前走 哦 事实上啊 人生真正的快乐在哪 孟子讲的太透彻了 养不愧于天 福不作于人 就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 这样的人才有办法尝到人生真正的快乐 假如很多我们该做的事我们都不做它 继续追求名利 良心会不安的 其实很多的人 他可能权力很高 每天 应酬很多 可是他没有把孩子教好 他没有把父母孝顺好 我相信夜蓝人静 他的心会非常的空虚的 所以人真正的快乐 一定来自于良心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无愧于自己 这是打从内心的喜悦 好 那我们走在这个大时代 弘扬文化 我们可以选择 出来 做教学的工作 做护法的工作 我们可以选择 在我们自己的单位 行业 做出榜样来 每个人的姻缘都不一样 可是 有没有人会选择 自己厚积薄发 我读十年之后 再出来 有可能 这个时候 我们出来奉献 看到人家没出来 我们会不会说 你看这些人都没有爱心 都没有责任心 那不能 自己出来了 就用自己的角度 去衡量别人 每一个人 他的姻缘 跟他的存心 跟选择都不一样 我们礼敬每一个人 尊重他的选择 就好像出来当官的人 就不能说 那个没出来当官的人 一定是没有为百姓服务 他可能是著书利说 利益后代子孙 所以 我们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看法 其实我们对每一个人 礼敬尊重就对了 包含我们自己现在已经出来 做弘扬文化的工作 那也是一个姻缘 也不代表我们比较高尚 也不代表我们学得比人家好 甚至于我们已经出来弘扬 像我 就比一般的人危险 为什么 圣名所累 出了名以后 人怕出名 猪怕肥 很多人会给我们赞叹 坦白讲 那个赞叹绝对都高过我们的程度 太多太多了 像我九年多前 是刚好有一个姬缘去了海口 自己对经典的深入都远远不足 就刚好姻缘成熟了 就开始跟大家分享 那假如自己不警觉 会迷失在赞叹当中 迷失在掌声当中 虽然有机会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但很可能自己本身也处于很危险的境地 更应该要实时提醒自己 不可染拙 我刚好前几天跟一个同仁 他已经在一个地方从事教学的负责工作了 我就跟他交流到 我们学圣教 目标是亲近心 亲近心生智慧 可是假如没有实时这么关照自己 随时都会染拙贪拙 比方 今天我跟大家交流 我坐在台上 请问大家 台上会不会贪拙 我们有一个同仁还说 说那个 可以在讲台上盖一个房子 给我住 说我上台像条龙 下台像条虫 其实这个话中 我们就要很冷静 我自己要很冷静 在台上很欢喜 台下就不欢喜了 那是不是已经有得失心了 已经陶醉在这个讲台上的 这种感受 甚至于 已经错估了自己的程度 大家都这么赞叹 我就以为我自己很高 其实 离有顿悟 是还要见修 比方说我自己脾气不好 要把这个脾气去掉 那怎么是三天五天做得到 要实时警觉 可能要三五年 甚至于十年二十年 下真功夫才能够去掉 所以我跟这个同仁在聊 我说人不警觉 吃东西就会对食物贪拙 今天吃榴莲 真好吃 明天没得吃 就流口水了 那贪就来了 听好话 听得欢喜 听别人一批评 就难过了 那听也会懒着 穿也会懒着 今天穿名牌的 明天不穿名牌的 就难过了 坐车子 今天坐BMW的 明天换一台国产车 坐起来就感觉 还是昨天舒服了 物质会染拙 精神也会染拙 像我们这么年轻 出来分享传统文化 哇 走到哪里都被人家照顾 连坐车 车门都不是自己开 都别人开 突然有一天 没人帮我们开了 还有点不舒服 完了 当那个不舒服起来说 今天怎么没有人开门 哇 自己堕落了 假如还没有看到 又生气 今天怎么不尊重我 完了 所以 人 年轻出名 very dangerous 是非常危险 所以随着这些 经历跟体验 慢慢越来越懂 什么叫人怕出名 猪怕肥 所以有时候这些道理 随着人生的体验 它会越来越深刻 结果我们那么年轻 分享了这些课程 这也都是老祖宗教的 是师父教的 也不是我们弃路的 可是很多的人一听完 就会把我们当很高看 哇 那给我们的赞叹 包含给我们的照顾 无为不至 三四十岁的人 过着生活 被人家照顾的像皇帝 你说他会不会晕倒 会不会趴下来 逆境磨炼人 顺境淘汰人 尤其那个顺境淘汰的时候 人家一照顾 第一次照顾你 成惶成恐 第十次呢 第三十次呢 从成惶成恐 不知不觉 变成理所当然 就完了 所以人最危险的 是被自己给卖了 所以我在跟他交流到 我说很多时候这些长辈 都照顾我们 甚至连我们的衣服都拿去洗 那硬抢过去 我们心里确实是成惶成恐 可是抢一次抢两次 你没有高度紧 算了算了给他洗 洗到最后你就完了 我们感恩李师公的慈悲 你看老人家的示范 到95岁都没给人家照顾 不到40岁给人家照顾 难怪长不胖 福都花光了 福气都折掉了 怎么会有福报 所以我们看到这弘扬文化的 很多人越长越圆满 你看就我长得越长越瘦 所以不找到原因 就是太折服了 要洗牢啊 要自己来啊 所以你看第一句就提醒我 撒扫停除 要另外整节 所以老祖宗慈悲 明明当中知道我很缺这些东西 赶快把自己给讲明白 来讲这一部经典 那我跟这个同仁一交流 听说他隔天干活非常勤劳 跟他在一起的那些同仁说 他现在非常积极协助很多的工作 他不简单 我只是讲而已 他马上就做了 我还要跟他学啊 后来呢 又跟他聊到 我们不小心啊 这个执着贪着会产生 比方说 人家要叫我们老师 这两个字也会贪着 我是老师了 那别人要教我们就很难了 我们就觉得 我们就是要去指导别人了 可是我们那么年轻 学习传统化时间又那么短 就觉得自己是老师了 就执着在这个老师这个名字上了 所以师长很慈悲啊 都教会我们 台上是学生啊 台下是老师啊 我们给大众是做学习汇报 而经典里面也说 善才同志五十三餐 所有的人都是老师 只有我们是学生 这样子才不会着在老师 这个名项上 而且孟子也告诉我们 人皆好为人师 这个好为人师的傲慢 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起现前 所以我们从事教育工作 这个人皆好为人师的习气 比一般的人起来得更快 甚至更严重 那我们已经浊了 执着了 贪着了 我们清静心不可能提升 我们也不可能进步 所以地址规又说 文欲恐 文过心 假如自己从事教学工作 听别人劝 又不能欢喜 感恩的接受 那自己连地址的态度都没有做到 那继续当老师 当然非常危险 就已经不自知自己的程度 最后变成自己欺骗自己了 所以我跟他聊到 虽然我们被称老师 但是我们的程度 是连圣贤的学生的基础 我们都还没有扎文 这是客观的状况 那我跟他讲 你身边的人提醒你 你一定要听 最亲近的人看我们看得最清楚 我们在大众面前 有时候因为有群众的眼光 我们最起码会比较警觉性 是吧 smile也会比较多 微笑也会比较多 可能一下台走入房间 门一关 脸就凑起来了 台上台下不一样 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一定啊 别人却一定要听 我讲到这里啊 刚好我是跟他们夫妻一起通话 他太太马上都接着说 没有啊 他都不听我的话 结果这一位老师说 我哪有 我哪有 我马上跟我们这个同仁说 刚刚跟你讲完 你考试马上没过关 我们不能住在老师上 你太太劝你 你就是学生 他劝得对 你就是学生 你马上就说 我哪有 我哪有 你已经不能接受他的劝了 那你讲地址规 已经讲了好几遍了 那这一句文过兴 怎么没有 马上能够提起来呢 所以这个住啊 不能住在我们的这个名相 这个身份 因为这个身份是姻缘 当爸爸是姻缘 当老师是姻缘 是借由这个姻缘 真正尽我们的本分 真正提升我们的智慧跟德能 所以我们今天被叫爸爸 爸爸不代表我会做爸爸了 是孩子来了 这个姻缘 来成就我们 真正要当好一个爸爸的角色 那有这么样的态度了 那时时要给孩子好榜样 那我当爸爸了 焉我不抽了 博我不赌了 那这个孩子的姻缘 不是在提升我们的德行吗 所以借由姻缘 来明明德 真正让自己的智慧不断提升 进而才能够去利益家人 利益有缘的人 叫亲明 那这个我们的人身价值就很明显了 就是明明德 清明 成就自己在利益他人 那成就自己利益他人 能够做到圆满 就是止于至善 好 那这个朱伯卢先生 他的道德学问呢 能够传几百年 这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可以效法 再来呢 自家格言 那自家 怎么把家治理好 从修身下手 从格物下手 从自己的德行开始 再来呢 具体下手处 格除欲望 格除习气 这个格啊 在格物当中呢 是格除格斗的意思 在这里啊 又是另外一个意思 格言 这个格是指标准 是法式 就是大家效法的标准 其实就是亘古不变的 做人做事的道理 这叫格言 那我们体会到 自家的格言 他是从啊 放下习气 格物下手 我们有这样的认知啊 我们学每一句啊 都是先在心地当中下功夫 就不会变成 去要求他人了 那我们看第一句说到啊 黎民极起 傻少停除 要内外整洁 其实这些经句啊 随着我们读诵的次数 都会感觉到呢 古人 每一句 每一个字啊 意义都很深远 不可小看呢 这一字一句 比方弟子规 有一句话讲到 父母责 虚顺成 责 责骂我们 责罚我们 虚顺 这个顺呢 是要顺从 不能忤逆 哪怕父母的责罚 有误会我们了 但是刚好父母呢 在气头上 你不要解释 不要反驳 很有可能让父母更生气 父母纵使误会我们 都要顺 讲我们对了 我们要顺 哇 古人是父母责罚 对了 自己去拿棍子来给父母打 而且顺了以后还要什么 成 不能让父母白教训我们 教训以后要后不再造 把这个教会要沉传下来 不能再忘 不然骂我们一次又重复再犯呢 那不是在 责我们父母的精神气力吗 所以这每一个字啊 都是心法 所以今天我们看 黎明 黎明 早上啊 代表什么 从事项上看 要早起 从心地上看呢 他是生活有规律 他持戒啊 学圣教是内学 一定要守规矩 因戒才能得定 大家想一想 都晚睡晚起的人 有没有定 你看他每一次闹钟 三次五次叫不醒 然后他一起装就 轻轻轻轻轻 东西都掉了 因为他很匆忙嘛 所以这一些生活规矩 都属于戒 就应戒 才能得定 应定 才能开会 所以随圣教 首先学规矩 规矩在哪 可以说啊 每一天 一言一行 都是规矩 所以从早起 就是规矩 而且早起啊 也是敬孝道 就早起跟孝道 有没有关系 有啊 身有伤 疑轻忧啊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啊 只要不早起的 一定是晚睡啊 晚睡一熬夜 几天都缓不过来 那怎么 拿父母给的 身体 几十年这样 拉拔我们长大的身体 拿来糟蹋挥霍 而且父母看在眼里 担不担心 铁定担心啊 所以这个孝道 都有亏了 这个德行的根 就不具足了 而早起啊 就是学道啊 道法自然啊 这个天地 他有他的次序啊 日出而作 日落而行 不能跟自然 跟老天做对啊 那这个没有办法 修道了 而人 能够 早起 那他 一天呢 就能多 很多的 时间 出来 他的时间呢 会 宽裕 他的整个生活 整个一天的 这个规划呢 就不会很 凌乱 而曾国藩先生呢 也讲到 看一个家呢 能不能 兴盛 可以看三个事情 第一呢 看他睡到几点 子孙睡到几点 第二个呢 看 他子孙呢 做不做家务 第三呢 看他子孙呢 读不读圣贤书 从这三点 可以判断 出来 那曾国藩先生的 对家道能不能 兴盛的 判断 刚好啊 从这一句话当中啊 就有提到 傻少停除 这个就是做家务 情分 所以 黎明急起了 早起了 我们也是 自爱 对自己健康 有帮助 而 早起的人 他对自己 每一天 都是有规律 在规划 所以他安排事情啊 也会比较稳妥 那他的做事能力 也会随着提升起来 所以从心力当中 看圣贤的教诲 其实每一个教诲 都能启发他 非常多的 善根 那我们从这里去体会啊 对圣教的信心啊 会非常的强 就不会怀疑啊 赶紧要去做 傻少停除 是勤劳啊 一个人勤劳 对他的心性 有哪些影响呢 比方 他很勤劳 他会负责任 比方 他很勤劳 他会体会 别人的辛苦 他会感恩别人 比方 他常常做事的 他能设身处地 别人的不容易 这个都是因为情分 对他内心 整个心灵的改变 好 所以 我们每一句 对心性 所启发的善根 我们 在每一句当中 再跟大家 好好来交流 那今天 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 先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